佳儀報導 5200多人報考的文憑史歷史科 這條文及是否同意1900至45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的必答試題 考完之後一天 教育局以傷害國民感情 要求考評局取消試題 有歷史科考生不滿 我自認自己是答詩 答得不錯 如果突然去取消的話 其實是對我不公平 為了答詩這一題 就是去沒有其他時間去答第三和第四條 教聯會認為取消試題是罕有做法 當然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但問題是我們有時是兩害相行取其輕 正常的人去看這條題目 我想你都會有一個感覺 它是淡化了日本侵華罪惡 政府是發出一個信號 這些事情以後請你不要再發生了 請你以後出題慎重些 教協就認為題目字眼可以改善 但是教育局的做法有問題 現在這個命題出來 要求他答的就是 他能夠將日本侵華的事實說出來 然後他去推翻利多於弊的一個說法 這個其實是其中一種考評的方法 教育局在沒有跟考評局有一個很詳細的商議 就貿貿然提出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魯莽的做法 會不會下一科又會又取消試題的情況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認為 這條題目可以從不同觀點角度討論的空間細 出題不理想 認為應該交由考評局處理 也都要尊重考評局的決定 而民憑市仍然未考完 不希望爭議會影響考生心情 有線電視記者梁家儀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梁家儀報導